行部分的话因为每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回圈里面 我如果希望能够在 什么币别有没有然后哪个币别有没有哪个币别用money吗就是这个是从什么的 从自传支援档里面get回来的 然后 里面的话呢我们那个自传支援档有分别美金啊港币啊等等的OK 然后呢后面就要一个换行符号 换行的话就是这边换一个话这样会看起来比较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分别就是 现金集齐 再来就 必别现金集齐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另外呢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 昨天用过的 Score View 因为里面太多了 如果你没有Score View的话你没办法卷动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第一阶段 可以从那个 当然现在还没有直接从网路上去抓资料 我们只是先把资料抓下来 来秀啊这个是离线的方式作业 离线的 如果说你要能够及时的话 那就要把那个呢 抓网页那一段 把它怎么样 再写上去 就不用去用Assess去抓 而是直接从网路上把 资料抓回来 抓回来的方法等下再讲 因为如果说 那个直接讲再加这个的话 应该你们会超过负荷很多 恐怕会当机 所以 尽量就是 分阶段了 这个阶段你可以先做 当然这个阶段你还可以延伸我讲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Score Light 因为 这样显示 如果你的App里面秀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恐怕User没办法接受 因为 完全是这什么东西 对 他没有办法做一些 看起来的那个 光那个View 就不是很好 好 那这部分的话 让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顺便 像我 前 上上礼拜去去香港之后 我发现 每一家银行 换的汇率都不一样 而且你们可以查一下 其实有几家好像最平 像港币的话 后来我换到 买进最 汇率最高的是那个什么 上海银行 所以网路上有人就说 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可以去上海或照风 你要卖的话 你可以去张银 就不一样 买跟卖 你可以不一样 会差就会 其实算下来也差蛮多的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